大家好呀,我是胖夫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汪凉之侠下半部内容吧 某天,少女嘉叶子与好友赖子相约游湖 本该是场开心的旅程 却成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开端 电车到战时,嘉叶子莫名跌落轨道 撞成重伤,冰死的她被送进一所民事研究所治疗 不谅在这之后,嘉叶子的身躯遭到绑架 同一时间,街坊民间开始发生连环瑕刺分尸案 甚至牵涉到了近年兴起的邪教 说是能用瑕刺替人驱除汪凉 终然来到主人公荆棘堂这求助 经过线索统合,将所有事件联统在一起 汪凉这一则出自古代日本传说中的怪物 专门啃食人类的尸骸 它形似鬼,但历史更为久远,也更为邪恶 就连身为驱魔时的荆棘堂也觉得棘手 所谓的汪凉依靠不祥之地或是人心中的恶产生 欲向教主自身能用匣子封印汪凉 劝导新徒们放弃钱财等生物外之物 新徒们心以为争,自愿不失 不过钱都拿去捐了,生活变得急剧 反倒使他们陷入不幸的恶循环 那么重点来了 这事看起来和分尸案不着编辑 但属愿察觉,教主极有可能是分尸案的凶手 他结合失踪少女的名单与账簿后发现 目前被确认身份的三名女性受害者 父母都是教主的信徒 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在某天开始减少了不失金额 账簿上,部分少女的名字也被标记为极度危险 可经济堂认为情报过于匮乏不足以论证 吩咐寿宴继续收集情报 并让关口抄入账簿的备份 再找机会转交给负责分尸案的法医 也是因此关口才得以发现 九宝圈弓竟也是玉香教主的信徒 几天后,关口把插入的账簿副本带给了法医 既关口离开,牧场也来到诊所 意外夺知,厌室报告竟指出 首个分尸受害者的血型与贱叶子吻合 诡异的是,四只是在8月29和30日被发现的 而贱叶子是在31日才被掳走 案件的进展越发朴说迷离 此外,法医发现凶手有着专业的切割技术 与其说仇杀,更像是为了进行肢解试验财杀的人 牧场不禁联想起美满板医生曾做过不死研究的留言 心中对他的猜忌更甚 与此同时,主角团们聚集在荆棘堂的家里 报告各自调查的最新记载 省院查到,在案发前有个戴着白手套的男人 曾到匣子屋订购大量的匣子 此外,他还探清了教主的底细 教主失踪的妻子有着抑郁症 在他当兵回来后 精神崩溃的妻子已经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仅留下一盒带血的铁匣子 说完,守院回放教主施法时念诵的咒语 经集堂发现,咒语的构语分别来自菩提山和伊士 但,从未他足那些地方的教主是如何学会咒语的呢 就在这时,诵人惊骇发现 赖子妈妈也是信徒之一 且正在减少不失金额 按照偏将铭的推算 下一个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赖子 关口与白卢立即赶往城镇阻止惨案上演 关口与白卢立即赶往城镇阻止惨案上演 关口与离家的匆忙留下了带审查的手稿 《霞中少女》这一流 让荆棘堂彻底明白了一切的真相 不过却是为时宜远 画面一转 作家酒保眷工拿下刚放学的赖子 自称能让他青春永驻 诱骗赖子来到他家 一进房间 大大小小的匣子遍布各地 赖子才觉气氛诡异 心里萌生退役 可大门早已被酒保悄然走上 分身的真凶就是作家酒保眷工 不久后 警方搜出了赖子惨遭滋解的手臂 积极堂再也坐不住 亲自出山对付于乡教主 他来到基地 拆穿了教主与酒保的骗术 看似毫无关系的二人 实际上是轻生父子 当年教主出征后 妻子的抑郁症恶化 也不知是事故还是人为 年幼的酒保被匣子夹断了四根手指 但教主真正回来时 精神失常的妻子已经带走儿子 仅留下一盒装着钻子的铁匣子 那会儿 酒保的母亲带着他四处搬家 途中流连到菩提山河一世 酒保就是在那学会的咒语 教主认为是自己的失职 导致妻离子散 终日郁郁寡欢 直到前年年末 长大的儿子突然回来 幼年的遭遇 加上邪俗的影响 使得疯狂迷恋上 与瑕疵有关的一切事物 他利用父亲的愧疚之心 教会他半吊子的施法方式 让父亲开设宗教广大信徒 企图通过塞满瑕疵的方式 填补满足他心中 永远都补不上的缝隙 而后他开始从减少不失金额的信徒中 挑选受害者 酿造出一件件还人听闻的分尸案 再以巧妙的形式 全部进入进他的著作《侠中少女》 警察抵达酒保的魔窟 想把他抓捕归案 不了酒保找到机会仓皇逃跑 留下的只有满屋的匣子 其中就装着赖死的半生 本以为案件就此落寞 没声响来到10月1日 民间寻获酒保的断肢残骸 羞鼠竟然也遇害了 一点不仅此而已 若是按照偏假名决定受害者的顺序 赖子应该是第三而非第四名受害者 第一件分尸案的真凶另有其人 另外 教主是在前年开设的宗教 但杀人却是上个月才开始 这奸宗究竟发生了什么 令酒保开始把人装进匣子里呢 事已至此 致敬一切的荆棘堂缓缓吐露实情 事情还要从美满板医生开始说起 多年以前 两人曾一起为军队共事 湘形管是为美满板设立的专属研究所 为的就是让他潜心研究不死军队 借此战胜其他国家 美满板的研究理念是以机械代替人体部位 这么一来 机子所换了也能随时替换 虽然实验成功 但光是修复一个人就得花上天价 可谓极其不划算 军队只好中途叫停 可美满板依旧不依不绕 继续实行研究 因为他想通过这项研究 让患有肌肉衰退症的妻子 恢复行动力 另一边 牧场找上养子当面核实 得知了家叶子是他女儿的真相 女儿出事后 他就成了柴田家族遗产继承的代理人 这所以选择继承 只因女儿需要大笔的治疗费疗伤 看着叔叔可怜的养子 牧场默默立下决心 他穿上制服 黑黑警将 强行闯入研究所 决定亲自替女神解决元凶 他认为梅满板才是分尸案的罪魁祸首 正在暗中卢管少女 把她们变成实验对象 牧场情绪激动下就要开枪 关键时刻 关口的人带着羊子赶到 冲口而出的话 呵止了牧场的现行 他与梅满板将是亲生妇女 这时主人公荆棘堂抵达研究所 他召集所有相关人士来到此地 开始案件复盘 一切源于两名普通的少女 赖子病态的爱慕着佳叶子 坚信对方是完美无瑕的 但佳叶子也只是个普通的女孩 他渴望母爱 却被妈妈憎恶 静默之下 只能通过阅读打发时间 直到认识了赖子 在他看来 孤独的赖子就是另一个自己 两人相约游胡的那天 佳叶子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震撼人心的真相 让他心如刀绞 不料就连好友赖子也会背叛自己 赖子重见他脖子上的粉刺后 心生杀意 在他心中 完美的仙女不可能会有粉刺 赖子心中的形象破灭 冲动下把佳叶子推下了月台 事后 赖子为了摆脱嫌疑 随口胡说了个黑衣人 之后 佳叶子来到研究所治疗 中途惨遭掳走 还接连发生了助手被杀害 与公消失等事件 实际上在研究所打下手的助手早前意外得知了佳叶子的身世 他并不是柴田家族的血脉 恶劣的他一次长期向羊子啰嗦钱财 羊子也一直拒绝接受遗产 直到事故发生 受的严重致命伤的佳叶子 只能依靠眉马板的不死激素存活 也就是将损伤严重的四肢脏气等切除 只留下脑袋 再敢用研究所里的机械代替身体器官 可天不从人愿 这座研究所仅靠私有的内染机驱动 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钱才能维持运作 在柴田祖父去世前 染料会先一步耗尽 结实 佳叶子将面临生命危险 这时贪财的助手要他们加入策划一场假的绑架案 打算骗取遗产来到换取研究所的运作 当然前提是助手向羊子保证 他有方法能让佳叶子存活 若是万一 佳叶子比祖父更早死去 就将早前切除下来 用静静速保鲜的四肢系过去 作为他还活着的证据 骗取遗产 殊不知 在羊子还在犹豫的当儿 还没准备好的保鲜性被闯入的牧场看见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将计划进行下去 当天助手以检查身体为借口 迅速把佳叶子的脑袋装进匣子里 趁大声尖叫引起骚动的奸细 带走佳叶子 直到这里 计划都还算顺利 直到羊公出现 这个羊公其实是个重度的脸童屁 非常迷恋佳叶子 助手前脚把四肢拿去保鲜 他后脚就把他们偷走 现实日日与他腻歪在一起 而后再装进匣子 葬到了香魔湖 真意那是佳叶子最想去的地方 8月31日当天 为了独占佳叶子 羊公把助手生生打死 带着佳叶子的脑袋潜逃 帮架计划彻底脱离掌控 这也是为什么 最初羊子拒绝牧场的协助 后来又翻脸请求他帮忙的原因 虽然佳叶子脱离了遗弃 但他的心肺还能运作 可以维持一天的生命 而列车上少女与恶魔相遇了 羊公在搭乘列车离开的时候 遇到了九宝 见到侠中活着的少女 沉睡在九宝心底的欲望 彻底被唤醒 从那时起 他沉迷于制作侠侦少女 但无论他怎么尝试 都无法做出活着的少女 当他得知 美马板是成功的关键后 便抢在警察逮捕前 逃到美马板这请教 美马板自是喜闻乐见 有人自愿做活体素材 他把九宝偏激匣子 将他的四肢切除 竟留下脑袋做研究所的中书 只为了实现自己早已疯狂的永生计划 得知真相的牧场 气急败坏下 冲上前殴打美马板 羊子上前哭喊制止 脱口而出的是真经全场的真相 美马板竟是佳叶子的亲生父亲啊 当年 羊子的母亲身患进入衰退的不治之症 为了治疗妻子 美马板之力与机械研究 无奈结果并不如意 愤怒的妻子没有半顶感恩 终而斥骂丈夫无能 为了安慰深爱的父亲 羊子竟主动献身 和他发展了禁忌的关系 最终怀上了佳叶子 他们知道佳叶子的身世不被世人认同 羊子便独自带着孩子离开 流浪中途 他认识了尔柴田家族的少爷 少爷同情他的遭遇 同意陪他演一场戏 把佳叶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也就有了生活援助金 恰好此刻 匣子里的九宝苏醒 将他们的对话一五一十全听进去 眼见事情败露 美马板契机败坏 抢走匣子 带着羊子从紧急电梯离开 好不容易 众人追上天台 入眼却是一片腥风血雨 羊子面色惨白跌坐在底 发散刺入九宝的头颅 而美马板则被九宝咬断脖子 弃绝身亡 最后的最后 九宝真的变成了 肯食尸海的汪凉 牧场忍痛 以杀人罪名逮捕羊子 结束了这场海人的闹剧 一年过去 金锡堂等人读知 羽工依旧抱着匣子 四处中游 相依盈盈的 向周围人炫耀内容物 但匣子里的东西 早已变成了一团 乌黑的不明物体 所谓的汪凉 其实指的就是人心中的恶 是我万福现在心中的犯罪念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汪凉 差的只是奇遇 一次偶遇便会生成 杀人动机 把人变成汪凉 赖子 羽工九宝的奇遇是佳叶子 牧场的奇遇是羊子 而杨子的奇遇是他父亲 不知道这文艺的辩解 能不能解答大家 在乱步奇谈中的疑问呢 我不太建议大家观看原片 动画把时间线全部打乱 插入了各种妖怪的玄学 还有关口的空障 且前面铺垫太过容长 不坚持到最后 根本不知道金锡在哪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订阅评论转发哦 感谢观看